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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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來其他的副材料呢 有這個 好 那我們調味料呢 醬油 胡椒 香油 米酒 醋 然後鹽 還有味精 那至於月精呢 可加可不下 好 那我們要先來料理這個四季豆的部分 沒錯 好 一開二就好了 所以根本沒什麼功夫跟技巧了 好 一開二的意思就是一刀下去成為兩半是這樣嗎 好 我們先來切這個蔥花的部分 我們先切一下蔥花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的 切蒜頭 蒜頭大概也是一樣 稍微細拍一下就好了 好的 這個等一下也都是拿來爆香用的嘛 沒錯 好 那再來用這個 一樣是切薑 對 薑呢 這次我們就不用那麼多了 好 好 不要呢 依然我們把它放在旁邊 準備一個盤子 然後烤完了之後呢 準備把它攪回就好了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做什麼動作了呢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我們的蝦米去醃製一下米酒的部分 OK 好 才不會太吸透 好 這米酒的量要怎麼抓 其實少許能夠有蓋過去就好了 再來的部分呢 絞肉呢如果非常的粗 那我們也是要剁過 看起來我們這個絞肉也非常的細緻 好 那我們就要直接來做一個處理的動作呢 好 那何謂邊 對 邊 這邊一定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解釋一下何謂邊 邊呢就是所謂的你的食材 不掛糊 不上漿 不上漿 對 譬如說我們雞肉會醃對不對 對 太白粉 像 對 雞肉會醃 對 還有蛋白 但是邊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蔬菜料當中 不掛糊 不上漿 對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要這費工夫 這吃起來當中呢 就是會有一種嚼勁跟香味 這邊一定要注意一下火不能太大 不能火太大 太大會怎樣 炸天婦羅斯基豆 好 起一個油鍋 然後把它加熱大概在160度左右 好 然後再把我們四季豆放進去 好 那一樣要怎麼樣來測試這個油的溫度 好 我們就會先把這個少許拿一個 好 把它丟看看 好 看看它有沒有反應 所以通常要怎麼樣的一個反應 它才會表示它的溫度差不多 要有氣泡 但是氣泡不能很強烈 因為很怕是說真的油溫高沒有控制好 會見到自己 好 不只會受傷 而且衣服會脹會被扣分 對 沒錯 好 所以現在把整盤的四季豆都已經丟到這個油鍋裡面 對 好 那丟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稍微稍微拌一下就好了 讓它這個收得能夠均勻 如果稍微它的皮有點皺皺的話 表示說它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程度差不多好了這樣子 對 不過它在這個拌炒的拌… 就攪拌的過程當中 還是會微微漸起一些油 大家也是要特別注意 當然… 因為它本身的蔬菜含水分 對 好 煸完四季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好 我們就要來開始炒了 炒 好 是 一樣我們熱鍋了之後呢 先下一下油 好的 好 那我們要下去了 我們先要來下這個… 好 第一步 是蒜跟薑 蒜跟薑先下去 因為等一下爆香呢 還有其他的東西 所以記得這個稍微炒過就可以了 好 不要爆到金黃 因為等一下爆到金黃當中 我們其他當中 一起下去炒過程當中 有可能就太焦了 好 好 蝦米 好 剛剛醃在這個酒裡 裡面的蝦米就下去了 對 然後絞肉 絞肉 好 下去之後呢 先把它炒散 對 好 冬菜要下來了 冬菜 冬菜來 冬菜是… 直接整個下嗎 沒錯 我可以整個下去 可以了 好 好 我最愛吃的冬菜 好 調味料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少許的砂糖 要讓它吃起來甜甜的 對 白胡椒呢 要多一點點 因為這個四季豆跟白胡椒 非常非常的搭配 好 然後味精可下可不下 我們要少許的鹽 這個米酒 好 那等一下我們請我們宇杰 幫我下一下這個醬油的部分 再一匙 好 我們先讓我們的肉 能夠均勻 你看這香味都出來了 顏色也上去了 來 刺激豆 那我一樣直接拼下去 已經上就可以了 拼上去是不是 對 好 加劇的時候 因為刺激豆已經經過煸過了 對 所以很脆弱 要記得要輕輕地翻 不要下去 就可能斷掉了 對 不是 因為它就是真的是煸完之後 我有吃過那種 就是真的做得不是很好的 有些都已經黑掉了 但是這一種就是你看 它外面的這個皮是 的確有點皺褶 然後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不會那麼容易就咬斷了 它會有點嚼勁 而且沒有任何的膠 真的看不出來 超好吃的 老師的那個鹽鹹度也掌握得很好 對 好 我們的乾煸四雞丼完成了 看起來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老師真的好厲害 而且做法相當的簡單 所以如果要學習更多的料理 還有烤照的知識的話 要務必要鎖定我們的節目了 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嗎 歡迎上我們新北市資訊中心 可以有更多的消息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